再婚的确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们这一条 通往再婚的这个路 不是说去寻找爱情 或者说寻找后半生的依靠 而是一个论证的过程 女方始终带着一个结论 这个人 她一定是图我钱的 所以在通往再婚的这条路上 我就开始找论点 找论据 你做一件事 我就觉得 好像是一个论据 你再做一件事 我觉得又多了一个证据 最后你为了证明什么呢 你为了证明全天下 准备跟你在一起的男人 都是图你的钱吗 所以何苦呢 我们再说回来 说得白一点 任何一顿爱人情侣在一起 不都是图对方点什么吗 我跟你在一起图你漂亮 我跟你在一起图你年轻 我跟你在一起图你善解人意 图你性格好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图你什么的背后 你为了我做了什么 如果我真的就是图你钱 我什么都不做 那是真的就贪恋你那点财 但我图你这点钱背后 我为你付出了很多 我照顾你 关心你 爱护你 把你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女儿去疼爱 你觉得她再去图你这点钱 你会亏得了吗 你用你后半辈子的幸福 换她图你这点钱 你觉得这个公式相等吗 所以千万不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去 试探任何一个准备给你爱的人 因为感情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试探 你如果试探的话 不仅伤人 伤自尊 更伤他对你的那份心 所以你对待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先要把你心里所有的那些包袱和负担全甩掉 看真真实实这个人到底是对你好还是怎么样 衡量清楚这些之后 才能再去谈你们俩接下来的路 接下来说难防 如果你用力过猛 如果你做一些大家觉得不合乎常理的事 就会觉得你是非常带有目的性的 你为了什么而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不贪财 不贪任何的东西 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一起很合适 希望我们能够生活越过越好的话 那你就不用急功近利地去对她 也不用急功近利地让你们关系能够促成到哪一步 继续你对她的好 我相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张大老师 来 涂老师 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有谁不在婚姻当中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 谁都会考虑 所以你想要一个女人给自己生孩子 想要找一个经济条件相对于好的女人 这是人之常情 你不用那么避讳 好像要把自己摘得多干净 你图这个太正常 但只有一点前提 就是你图她的钱和图她为你生儿子的基础 是你首先要图这个人才是 如果没有这个人 他不对我好 我图这些东西也没意思 对 而对于女方来说 因为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在金钱上加以防范 这也太正常 有一定的不安全感 更何况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你口口声声说 她图你的钱 但我所看到的是 你们两当中 你更在乎钱 你说她对我怎么这么好 她是不是图我的钱 如果你是把感情看得比钱还重要 你这句话应该这样说 她怎么对我这么好 她不会玩弄我的感情吧 而不是 她是不是图我的钱 所以在你这儿 你其实把钱看得比感情要重要 在我看来 你们两之间最大的问题还在 我看不到很多真实的情感 还是缓一缓吧 好吧 对 我是最后新两个人 就是那句话 特别心了 她说我不生了 我说那你还急不急着急 她说缓一缓 要不要孩子 这是你的核心利益吧 我看在你的婚姻里 这是核心利益 冲突的 对吧 未来这个所谓 夫妻之间共同的生活规划 要不要一起开饭店 怎么个开法 这是冲突的 关于家庭关系的问题 也发生了冲突 所以这么多不合适 为啥不再磨一磨呢 也许再相处一段 你发现真的不合适